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时科尔特夫人居然指使她的灵宠前来抢夺黄金罗盘 莱拉的灵宠变成一只鹰将罗盘抢走 莱拉也从窗户逃走了 莱拉一不一会就被科尔特的手下抓住 还好一群吉普赛人赶到救了她 原来这群人丢失了许多孩子 查到线索便跟着莱拉救下了她 于是莱拉跟着他们来到船上还学会了使用黄金罗盘 找到了失踪的孩子被关押在极北之地 于是一群人准备前往 途中莱拉用自己的罗盘帮助一只白熊找到了她的铠甲 为了帮助莱拉 她决定跟随莱拉保护她的安全 一路走到了极北之地 白熊体重过大 只好让莱拉独自过桥 这里的工作人员见莱拉一个人便将她拽过去 准备用实验仪器分离莱拉和她的灵宠 莱拉瞬间变得虚弱不堪 千军一发之际 科尔特夫人赶来救下了莱拉 告诉她自己是她的母亲 机智的莱拉意识到了这个女人的目的还是黄金罗盘 虫子一下扑出来扎晕了科尔特 莱拉赶紧带着灵宠和被囚禁的孩子们逃跑 却被凶悍的极北之地看守大军堵住去路 这时吉普赛人带着白熊和女巫赶来 顺利打败了敌人 善良战胜了邪恶 孩子们也终于能和家人团聚